就可以看到,包含就是我们的像教学论坛 那我这边有提到就是 之后的上课 一样我会把它录下来 如果你需要回去再复习的话 那你就自己加进来 那反正我只要上完课之后 我会把它传到YouTube 然后也会贴到这边 那它会自动转信到你的信箱 所以你的信箱 理论上假设你有加进来的话 你应该可以看到 就是我寄给你信 或者你可以到那个论坛里面 看到那个上个礼拜 或者上上个礼拜的上课 那我会给一个连结 这连结的话一定就是会到顺序 我们上课 比如上个礼拜教什么 其实就是这些 最后有关比较进阶的一些文字相关的函数应用 里面包含什么呢 Find、Mid、If、Air 这些函数 另外的话还有就是录制句集等等 如果你上个礼拜的部分 假如就是说可能上课 有部分可能也许不是很了解 尤其是像高阶函数 有些同学可能之前完全没用过的话 一下子要马上能够把它记熟 应该不太容易 或者是说可能录制剧集之前没有 特别去做录制的动作的话 那当然会有一些遗漏 就回去的话也许 我是建议啦 一定还是要再多复习 因为我们这门课 我特别强调就是这门课 其实跟你一般应用 直接用的比sale不太一样 我们是做设计 所以设计工作 其实跟应用的工作 形式上还是不太一样的 OK 那接下来的话 今天我们接继续来看 那个 请各位还是先打开 那个我们范例档案里面 那个逻辑函数 所以你把范例档案打开 里面的话 逻辑函数 那这个逻辑函数里面 请各位介绍 这个逻辑 其实虽然它里面 我取的例子没有很多 不过用到的机率很高 只要你需要做一些判断的话 那判断的部分呢 当然比较常见的 也许各位可以看到 以这个例子为例 就是综合评定的话 这个综合评定 假设我今天合格不合格的话 会比较简单 可是一般 像这个地方 除了合格不合格 一般在学校里面评定 除了合格不合格 还会给BBCD 那比如说 如果你今天综合评定的话 合格不合格是两重的 就是触跟false 那如果你是ABCD的话 那你是四重 其实就是我们概括 两个以上就叫多重 OK 那其实大部分的逻辑 你要怎么去下 比如说我今天 有没有办法用 用if的函数来做 或者是说呢 当然 如果说你做完 那个if之后 可以试试看 我们前面讲过的VBA VBA当然一定完成吧 OK 那这部分当然 需要 反正做 有时候你慢慢 就比较知道说 可以在旁边按个按钮 自动完成 或者是说呢 插入一个函数 自动也可以完成 那这部分该怎么做 请各位先把这个函数 先打开 这个范例先打开 待会我们再看 好来 画面先还给各位 另外呢 请各位 还是要善用那个 云端的资源 因为所有的东西 反正你只要 我们有上过的 课程的内容 几乎都在 那个云端的银结里面 都可以找得到 包括就是说 我们曾经上课的内容 那个 那个录影的影片 还有就是 所有那个 云端的画面 然后大家有些画面 在讲义里面也有 不过如果讲 因为讲义一定是黑白的 有些地方 还有就 讲义里面 那个原始码 程式部分如果你要一个照打 有的时候 其实 难以会打错啦 但怎么办 你在云端上其实也可以复制到 完整的程式码 OK 至少你 比如说你做错了不知道哪里错 没关系 比对一下 至少 总的你可以先 或者说你先贴上 先把程式先Run Run过 OK之后的话呢 那你可以再自己试过一遍 这部分 请各位先把那个 这个翻译开起来 待会我们来看这个部分 该怎么写 使用内建 内建的函数 比如说我这边 可以是一个综合拼定 那这个 比较简单的方法 就是插入函数的时候 找到逻辑 逻辑里面的话 当然有一幅 那上个礼拜我们用到ifl 这个其实还蛮好用的 如果有错误的话 你可以用这个来过滤 那常用的像if if不按确定之后的话 接下来他要问你三个问题 反正你就把这三个问题给他 答案就出来了 第一个就是 如果log test 就是你的逻辑 逻辑是这个 如果等大于等于 大于等于60分的话 那表示 true的时候 表示这个条件为true的时候呢 你要输出什么 输出两个字就合格 所以你就把这个地方输出 直接输出那个合格 那反之FORCE 就是不合格 不过你会发现 你移开的时候 if 会自动帮你补那个双引号 表示输出的时候是输出一个文字 然后输出到这个储存格 其实各位可以慢慢习惯 上面前面这个地方 log test 其实是逻辑的意思 然后呢 true的话关键字 如果为true的时候 如果为false true的话就是说 这个条件为真 这个条件为反 选择 就是说你大概可以慢慢从这个前面的讯息 如果你看懂 以后反正哪一个函数 没用过都没关系 反正还是可以知道该怎么去给它正确的答案 那另外你可以看到 这个地方它会给你一个预览的结果 有没有这个地方为true 所以它会自动跑到true ok 那直接按一个确定之后的话 那你会发现合格不合格就出现了 好 哎 向下填满 那假设 这个应该比较简单 我想大家应该这个比较没问题 可是呢 多重可能就比较问 多重的话就是说 如果它的成绩大于等于80分的话 那就是a 大于等于70分 但是小于80分的话 那这个区间是b 再往下c 不及格的话是d 那如果说你要下逻辑的话 这地方当然你会发现 如果你用 插入环数的时候呢 如果你用if的话 会有个问题 no test 因为它只有一个条件 那可是问题你true 怎么办呢 你有80 70 60 还有否则 4个abcd有4种 那可是你有一个怎么办呢 其实我的习惯是这样的 反正呢 我就在if里面再插入if 那所以啊 总共你可以用 原来这边前面是一个嘛 那如果你会有 4个的话 那你就在if里面 再插入一幅 再插入一幅 所以总共的话呢 会有3个if 就可以把结果做出来 那怎么做 如果我做一次有一个看哦 那我的习惯是 成绩由上到下 所以第一个 如果它的成绩 大于等于 80的话 那我就给它一个结果是a 那反之的话呢 可能是bcd 所以呢 在这个格子里面啊 当然呢 你还是再需要做判断 所以如果还需要做判断的话呢 特别主要 请你在这个格子上面啊 直接再插入一幅 不过特别主要 这个有一个诀窍哦 你插入下一个一幅的时候 请你看到啊 这边当然插入函数是第一次插入 如果你之后再插入函数的话 请各位注意一下啊 请你记得啊 游标先放在这个格子里面 请你用前面的箭头 有画面有切吗 有啊 有啊 OK好 好那 我看前面也有 好 明白了 因为我一看先 我也没有切 OK啊 没关系哦 那这边注意啊 游标放这边 插入函数 请你切这里 那这个 记得不要再用这个 因为它会把旧的盖掉哦 所以再插入一次 你会发现哦 它会自动在后面再帮你加一个一幅 那逻辑的话 你就是这个条件呢 如果大于等于 再70 那就是b 那再来一次的话呢 一样 游标放这边 再插入一个一幅 剩下来的话 那这个条件如果 大于等于60的话 那就是c 反之的话呢 那就是d 所以你就是最后 最后指的就是说剩下来的啦 所以abcd 那当然未来 如果你有很多重的判断啦 反正你就由上到下 一个一个把它筛选 任何 再怎么复杂的逻辑 其实都可以筛 筛得出来 那这边有四种 如果你工作里面有多种啊 反正你就照 类似逻辑啦 按确定之后的话 那你会发现呢 那我把它在 这个地方再把它制中一下 这个地方 做完之后 制中 然后向下填满 那你会发现 自动会帮你把成绩全部算出来 abcd 这个就多重 ok 那你会发现呢 最后的公式 这么冗长一串啊 不过如果这么冗长的一串啊 其实如果你自己用手打的话 那也可以啊 不过这个错误 可能会错误的几率 还蛮高的 啊 所以我建议啦 你就是我的习惯 反正就先从上面一直往下判断 一直往下判断 你只要做法做对啊 再复杂的逻辑都不会有问题的 ok 所以特别注意啊 第一个好 我们是利用那个综合评定 两重逻辑 四重 其实说多重逻辑 所以上面我多补一个栏 叫多重 ok 那再来的话呢 当然我们就是 要进展到 因为你会想说 有没有更简单的方法 其实如果每天在做一些逻辑判断 如果这些逻辑判断都固定的 那你就该想想看 可以把它变成一个更简单的方式 比如说一键完成 像这边的话 按下 成绩有没有 合格不合格 或者多重 有没有 自动 做按钮 或者是说你可以插入函数 利用呢 使用者定义里面 比如说多重好了 按个确定 你就把成绩给他 他自动会帮你把最后的成绩给算出来 那这样的话当然相对更简单 你根本不用去想说 那个我们的逻辑该怎么去定义 其实 这些都ok 但问题是 这些你必须要先写好了 前面我们有讲过 那VPA的做法 不外乎两种 一种就是什么 按按钮 这个是sub 还有印象 那另外的话呢 这个插入函数的话 它会在使用者定义 出现的话就是function 如果你有function 这个两个东西才会出现 如果你在VPA 就是在那个visual basic里面 模组里面 特别是说 一定要把那个你的程序写在模组 因为上礼拜好像有同学写在别的地方上面 结果发现奇怪 为什么老师你的使用者定义有 我为什么没有 可是我明明有写啊 对有写 可是你写错地方了 我一直强调一定要写在模组里面 你不要想说点两下 白色地方看到就给它打上去了 结果出不来 那表示你放错位置了 只要没有做错 我想后面你做应该就不太会有问题 那怎么做 我想各位先试着把这一个跟这个先完成 那待会我们来看 那我大概说一下 也许我们第一个就先一样VBA 比较简单的两重逻辑怎么下 再来就是多重逻辑 再VBA怎么执行 不过这个是指的是sub里面 那后来有同学说 老师可是我工作上的需求 不是只是输出资料而已 我希望输出资料的同时 可不可以帮我做一些格式化 因为可能ABCD 我都要不一样的那个颜色啊 底色啊 字的大小啊等等的 对啊 其实当然 有同学 那我就干脆补充一下 所以后面的话 我们会在除了多重之外 还会再加上多重的颜色 那颜色呢 我想说你们其实常用的啦 不外乎就是什么 变更字的颜色 不外乎就是变更呢 那个储存格的底色嘛 要不就是把那个字变出体啦 大概顶多是这样子 或者是说外框 框线再加一下 大概这些应该我想在工作上就足够了 可是怎么做啊 我这边demo一下啊 输出 有没有 A的话是变成蓝色 B的话呢是变底色 然后C的话是加个框线 D的话呢 变个颜色之外 再加个粗体 OK 大概有四种变化啦 以后你们就是 拿这个来当范本啦 反正喔 将来只要放对地方 你的那个 雏存格里面 就会改变它的颜色了 大概是这样子 另外当然你能够加上去 大概也可以清除啊 不过清除特别注意啊 你如果用以前的清除方法 你会发现喔 自清掉了 但是呢 格式没清掉 所以特别注意喔 清除呢 如果格式部分呢 要另外 有不同的规则 所以清除的方法 我也会再讲 所以如何清除掉 OK 那你会发现喔 格式有没有 全部清掉了 待会会讲这区块 然后呢 再来看有关的自定函数 OK 那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请各位先试试看 把那个有关多重的 用衣服的逻辑部分 先试试看 那逻辑我想在工作里面 一定会经常 经常性的遇到啦 所以如果你可以把逻辑这部分呢 做熟的话 那未来其实 工作上的筛选 应该也不是什么太大问题 全面的 tak明 cards 整理论 和那些于 转发解 改参与 2010分 内容 银子 而且 能传接 更多的 但是 再次 没事 解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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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